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生活的每一座山 每一个湖都有神灵居住 这些神灵有时有形有时无形 神灵关注着人的一举一动 掌管着风云变幻 人间疾苦乃至灵魂的超度 崇山进湖就是为了祭拜这些神灵 彼日神山是西藏林志享有圣域的神山 相传为莲花生所赐 前往转山者总是络绎不绝 彼日神山紧贴着林志八一阵 在彼日神山上可以俯瞰八一全阵 彼日神山藏羽以为猴子山 藏人传说中他们是弥猴和罗萨女的后代 但此猴是观音的化身 所以藏民以自己是猴子的后代为荣 藏民祭拜神山圣虎可以有多种形式 祭祀 献贡 剑神宫 磕长头 威桑烟 放风马骑 转山和转虎也是信仰表达方式之一 是高原独特的习俗景观 藏传佛教转山 转虎 转经一定要顺时针右转 左转被认为不吉利 有藏人的地方就有风马骑的身影 上面印有经文 佛像或者吉祥物图案 颜色有蓝 白 红 黄 绿 每种颜色有着特定的含义 它们的排序也是固定的 风马骑随风飘动一下 就是诵经一次给自己积攒了一次功德 在藏区凡是有人烟的地方就有桑烟 无论走进寺院还是走进百姓家院 威桑炉都安置在最洁净重要的地方 桑葬语为清洗消除之一 也引申为祭祀献功的含义 威桑已成为祭祀神灵的代名词 桑烟可以直达天上神灵居住的地方 可将人间的魏美和敬仰传递上去 使诸神欢喜 降福人间 马尼经史上雕刻有六字真言 经文 神像或各种吉祥图案 说是这里有个古天藏台 可是始终找不到 或许就不该找到吧 芒康 藏于好地方 善妙之地之一 芒康于四川的甘子州 云南狄青州毗邻 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遗战 川藏三一把 滇藏二一四国道 汇合于芒康县城 严谨藏为查卡洛 亦为产严的地方 它的全称是 芒康县严谨那西民族乡 很久以前藏民族英雄 格萨尔王与那西王枪绑 为争夺严谨石言 在此展开过激烈战争 实称枪领之战 最后 格萨尔王战胜了那西王枪绑 并占领了严谨 后来 那西王子成了格萨尔王 藏仓江如利人般 将山与牙恰到好处的切开 千年古盐田 就驾于藏仓江两岸 近两公里的狭长地带 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 两千多公里的 藏仓江流域中 仅此1.5公里处 有几十眼岩泉 从地下涌出 阎民在全眼处 垒石固水 就形成了岩水井 有的岩水井 甚达十几米 阎民背着木桶 进入岩水井中 汲取卤水 然后背到自家的卤水池中 沉淀浓缩 再咬入岩田 让阳光蒸晒 卤水晒干后 急得到粗盐 经济一步晾晒 打理集成石盐 这种作业方式 保持了一千三百多年 是茶马古道上 仅存的人工原始晒盐方式 也是世界上 仍保留完好的 一处古老文化遗产 这里的男人 外出干马帮 一出去就几个月 大半年 背卤水 晒卤水 瘦盐 这些繁重的体力活 都落在了父女和未成年人的孩子身上 一直持续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现在用抽水泵抽卤水 留下来制盐的 都是些留守的中老年人 这些以木为制住之旗的顶棚 铺上草 再铺将你粘土抹平 鸭石 坐上维眼成岩田 岩田一排排 一层层从江边一直架到三 四百米高的山腰上 上号的头盗颜色纯白 二道盐中有点土 三道盐则用鱼胃深口 严谨的盐力来销入甚好 曾经远销到尼泊尔 印度等南亚国家 现在仍销往周边川 藏青海广大地区